柔佛八珠八峡今早的一场豪雨 导致当地多条路段 包括居栏路 丹荣拉乌路等等花园区都发生水灾 水位到了下午都还没有完全消退 当地今晚预计会迎来大涨潮 多个住宅区的数百名居民做好准备随时撤离 全部的欺罕了 如果温暖号今天就不砕 流行狗群的时� surrounding 子暂 While我们都燃起身 四里旺沙花园的居民身受水患困扰 水淹入屋 居民忙着涉水抢救财物 也有居民索性待在屋外观察情况 根据八珠八峡民房部队的消息 水灾的导火线是因为豪雨加上新邦迦南河涨潮 导致河水高涨 当局将打起12分精神随时应对突发状况